在我面前呢是一款氢燃料电池发动机 当然它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柴油机 那么实际上随着碳达峰碳中和节能减排的这个需求 在这个中重型的交通运输领域更需要这样的这个大块头 来给我们提供源源不动的不断的动力 那氢燃料电池呢它的这个蓄实里程长 提供的这个动力能源更有力量 效率更高 同时是零碳排放 可以说是我们未来三十年之后最有前景的一个这个动力技术 现在在我面前呢是一款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储氢瓶 我们看到它里面是一层这个白色的这个高分材料的内档 然后在内档外部呢是由我们的这个碳纤维做了这个多层的缠绕 那么我们的气瓶是非常安全的 因为我们这个气瓶经历了多轮的测试 包括火销实验 高空跌落实验 然后到甚至用子弹去打 然后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它能够充分的保障我们氢燃料电池汽车 在运行过程中的安全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